民眾搭捷運竟然自備木椅 兩個人就坐在行李架前面對窗外 邊欣賞風景邊聊天 民眾直擊笑說 這根本是景觀咖啡廳的情人雅座 在網路上引發了討論 但捷運公司表示 攜帶物品的長寬高都是有限制的 如果妨礙到其他的旅客 不但可以拒載 嚴重的話還可能被開罰 一能一女搭乘捷運面對著窗邊坐 但仔細看他們的位置好特別 木頭椅還有扶手 兩人看起來超愜意 邊聊天邊看窗外風景 只差手上沒拿杯咖啡 民眾直擊po網掀起熱烈討論 是我第一次看到 滿搞笑的 應該會很無言 這樣子應該會影響到人多的話 可能會很擠吧 網友笑販稱 這根本就是景觀咖啡廳的情人雅座 還有人說 誰還跟年輕人真不愛坐 現在都自備椅子了 這一幕出現在台北捷運車廂內 一男一女兩人疑似搬著椅子 去搭捷運 找到空間就直接坐在自己的椅子上 另外有網友同樣發現 有女子也是自己拿椅子坐在月台旁邊 依照台北捷運旅客須知規定 旅客行為不妥 可以聚載 還可能被開罰 只是捷運奇觀 還不只自己帶椅子 有空會不坐 雙手抓著車上欄杆 開始引體向上晃啊晃 阿伯伸手腳踐 維持了好幾秒鐘 民眾看傻眼 雖然佩服這體力 不過搭捷運還是得按照規定 才能確保安全第一 覺得朋友你都嫌table的喔